鲤鱼潭长期因为水量不足造成夏季水中的含氧量锐减 使得水中鱼类容易缺氧死亡 为了解决长期饮水不足 鱼琴死亡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到旅游品质 立委夫婚旗服务处邀请的各单位前往老溪水源头进行会刊 解决饮水道淤积情并且办理输菌 要增加老溪注入鲤鱼潭的水量 由于老溪滞留饮水道上游段是鲤鱼潭主要的水源来源 为了解决在枯水期鲤鱼潭水量不足 造成潭水藻类过多优氧化于情报病的情况发生 立委不困其服务处邀请了各单位前往老溪水源头进行会刊 以解决位于秀林乡以及收封山交界附近的饮水道断面瓶颈段 因为这些水是要引导进入我们的鲤潭来改善优氧化 主要就是要维护鲤潭能够有优质的水质 所以说我建议请你们那个重管处来编列这个经费 来做这个水沟 那水沟做成之后 它维护主管机关内当然是由相公所来负责 相公所变成说以后的清淤跟以后的那个杂草的主理 就由相公所来负责 到这个入口处这样好不好 我今天是建议这样 鲤潭商圈协会也建议 如果能够将断面扩大 确有改善增加老溪注入鲤潭的水量 而对于鲤潭水值的改善是有注意的 就是要再重新做过那尺寸要加大 跟后端要一样大 前端那么小后端那么大也没有用 那张正志在做的时候 就是前端这边很像有些地主不同意 但是我们后端都同意 后端都已经加大了 但是这个地方开始要从这个地方一直到 到那个加大的前这一阶段通通要加大 真的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银水道断面瓶颈段 是这一次会刊主要的癥结点 但是老溪支流银水道管理单位 依乡界又分属绣林乡公所以及兽丰乡 兽林乡公所代表表示 愿意排水淤积情形办理数据 为兽丰乡公所表示 瓶颈段排水断面改善经费 该由公所恐怕无法负担 陈维钦表示 会携请华东重谷管理处 协助以代办方式 协助抽策经费 未由公所办理 以改善丽鱼潭的水值 记者林杰收封采访报道